继湖南卫视当家花旦,蛮国营业总裁,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这些引人注目的身份后,9月9日,李湘在京宣布,正式就任深圳卫视副总监一职,当天好友黄毅特地赶来,向新官上任的李总监道贺,此前曾有传闻称,李湘出任的是深圳卫视的副台长,而这和发布会所宣布的副总监这个职位有点出入。 因为深圳卫视它没有台长和副台长,包括湖南卫视也没有台长和副台长的说法,都是总监和副总监,那我目前是在深圳卫视担任副总监,主管的是深圳卫视的品牌推广。 不管是副总监还是副台长,都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,大家最关心的,还是此次跳槽深圳卫视的转会费,是否像坊间传闻的那样,足以千万身价,对此,李湘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。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重要,重要的是,对于我来说,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发展的机会,对,然后还有一个快乐的工作的环境。 深圳卫视给的多点,还是湖南卫视给的多一点? 都挺多的,都不错,对。 都还满意吗? 其实湖南卫视和深圳卫视给我的薪水和待遇,其实一直来说我都非常满意,也很感恩,对。 据悉,为了全新投入深圳卫视,目前李湘已经开始构划深圳安江的计划。 其实可能是最简单的问题了,因为深圳有很多的国际化的学校,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家小朋友他可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,所以要看他的适应能力到底有多强。 慢慢来吧,我觉得不着急。 他还好,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,主要是根据不同的项目来工作,所以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。 酷雷娱乐北京报道。